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是已经结婚的夫妻 有的年资最长的已经30年 超过30年 那有的是刚结婚的夫妻 然后活动当然包括我们进行一些讲座 谈到说现代的婚姻关系里面 有哪些考验 或者说我们对婚姻有哪些的执着 哪些的迷惘 接着主办人就播放了一支影片 好 因为那不是全部的影片 应该就是这个影片的片段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 虽然之前这个 网路上面一定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一个片子 那那天我就坐在那里看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哇 我说 应该每一个想象着婚姻 或者是不想象着婚姻的人 或者是有爹有娘 你爹你娘有婚姻的人 都应该要看一下这个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说 这个片子其实是费17年去拍摄的一个纪录片 所以今天就为大家请到了 这个最近很多人 因为这个而被引起了 用导演的话就是被刺激 被外力刺激 引起了很多对自己婚姻的思考 这样一部纪录片 幸福定格 幸福定格 片名的英文很耐人寻味 叫做love talk 然后love是大写 四个字母是大写 我想这些都有玄机 然后就是一个片名玄定 什么应该都有它的玄机 那这是我们的导演 沈可尚 可尚导演 你好 嗨 邓医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我们来聊聊 怎么会 我想很多人访谈你 我看那个访谈的第一段 都是问你为什么会想要拍这样的东西 据说是在你结婚后 然后对婚姻产生了 不要说疑问 应该说是产生好奇 是这样吗 呃 对 因为结婚之后 发现 有很多东西都变得不一样 对 然后 那个不一样让我会有一点点 惶恐吧 嗯 有一点点想说 诶 原来结婚的差异是怎么大 结婚前跟结婚后 对 所以的确是结婚后一年之后 我就开始对于 呃 我原本是对另外一个结婚的环节 比较感兴趣 要不要办婚礼 不是 办婚礼那时候想说 啊 赶快跟父母亲交代一下 是 要跟朋友交代一下 素素的 或素的 把它解决掉 是 那最好 然后最痛苦的环节 其实对我来讲是拍 婚纱照 拍婚纱 拍婚纱照那个环节 对 那环节对我来讲太诡异了 就是 就要摆出一副很奇异的笑容 然后 去奇怪的场景 然后摆pose 所以我那天拍得非常不自在 然后选了一个最简单的拍法 就是在一个白背景前面 然后 我几乎是在喝醉的状态下 完成了拍婚纱这件事情 那因为也喝了酒 所以就会觉得玩得很开心 就是那几个钟头 我觉得我可以度过 但所以原本我是想要拍 就是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追求 那一张照片的一个 我想要看几对 他们在追求这张照片上面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跟代价 但最后这张照片很有可能就是 放到床底下的那个储物柜 然后可能不再看到 对 原本是想要拍这样的题目 对 他比较像是对于婚姻里面的 包括拍婚纱这个环节 然后结婚典礼这个环节 原本想要做一个观察 甚至是一种 那时候比较年轻 我觉得有点 有点比较critical一点 对 但是后来在拍着拍着 拍了这样子三四年 然后拍了三对 他们都还没有结婚 一直到结完婚 然后我们第一次顺出一个片子的flow 然后我突然觉得我对于这个题目不是太感兴趣了 我是说对于婚纱照的批判 我突然觉得我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是我开始很强烈的有一种兴趣是 我感觉到我自身的在婚姻中 我和我老婆的关系 已经跟婚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整个一天24小时 充斥在两个人之间的可见的空气 比不可见的空气的样子 成分 然后气质 温度都不一样了 然后这个东西让我觉得 哇 我原来结婚是这么一件事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啊 我其实很好奇 有多少夫妻像我自己一样 就是那个对谈的状态开始改变了 可能在结婚前那个对谈状态是 我到现在还是会很怀念啊 就是那个那些无所不了的夜晚 然后聊到天亮的时刻 然后那所谓的无所不了 就是你的内在我很关心 你的外在我很关心 你的具体事情我很关心 你胡思乱想我很关心 你的纠结我很关心 你的负面我很关心 你的正面我也很关心 那个无所不关心的一切 好像到结了婚之后 很多东西都被塞满了 就是被很多的事情塞满了 那塞满了之后 好像那个对谈就不见了 所以我对那样子的空气的转变 觉得有点害怕 对所以我就开始好奇 那其他的结婚30年的夫妻 结婚15年的 结婚10年的 刚结婚的夫妻 那他们的对谈是什么 还是说他跟我一样 就是对于这个对谈 就是并不存在 可能滑手机 然后两个人同样坐在那一张沙发上 但是能够谈的东西越来越具体 然后越来越像是在谈 有时候好像在上班一样 好像有好多事情 checklist要一个一个打勾 这样 就觉得怎么会变这样 对所以我开始好奇这件事 所以就拿着摄影机第二度 在第一个阶段结束之后 第二度开始 就带着摄影机 就看看 看看我在Facebook上有征求 就是有谁 你那时候的征求 记得那时候的征求文是怎么写的吗 好简单哦 只有几行字 就是我想要拍下你们之间对谈的样子 然后听你们谈话的内容 然后我想要在旁边去理解你们 在婚姻中碰到的小小的事情 大大的事情等等 很简单 我征求这样子愿意被拍摄的人 对那当然也有一些对象 是朋友的朋友啦 或者 就是原本已经在拍摄的人啦 那也有一些就是完全是陌生的人 就报名这样 然后就再去一一的谈过 谈过了之后再开始继续往下 所以来报名的人都 双方都同意来吗 有没有看到过 一个拽着另外一个 然后不断的鼓吹 可是另外一个一直在游移 就像在拍婚纱照一样 一个比较热衷的 老实说 我觉得有来报名的应该都是双方都同意 但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 大概都是女方 女方比较有强烈的意愿 然后 我觉得甚至包含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 我一直觉得 就像片中有一位女性讲到 男性这种生物 那同样的我也有感觉就是 女性其实在 这个 love talk 的历程中 其实一直扮演比较主动的角色 然后 男生没有不至于 不至于到不愿意 对 但是 我觉得在面对 镜头存在 然后又要弹开心胸来讲话的那个勇气 我觉得女生是比较主动的 我看到的 你会不会觉得 这些女性 其实她担负了 婚姻当中那个话语的出口 我们是这样说的 其实 很多的男性 就像你说的 婚前可能说话比女生还要积极 在所谓男朋友的阶段 但是 很多男性说 女人这种生物 对于你刚刚讲的男人 女人这种生物在结了婚以后 那种关闭男人语言的力量非常强大 可以强力的把男人想要说话的 欲望或者力量关掉 我们可以 待会可以再多聊聊说 在片中或者说 我相信有一些没有最后剪进片子里 但是你也跟他们谈过的夫妻吧 当然 应该也是有 对不对 所以在这些当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折 或看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想导演有很多感触 有很多的体会 例如说你提到 他们可能不知道 他们正享受着幸福的时刻 可是那个幸福在 也许在 你这边看到是说 有时他们的幸福在我们眼里是如此的明显 却不被当下的他们所察觉 这是导演的话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想象这样子的电影 其实大家很容易就现在 我待会休息时间 大家就可以很快的上网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都可以看到这个纪录片的一个片段 一个预告片 只要你查一下幸福定格 我想你只要看几分钟 如果你是在婚姻当中的 你会非常的有感觉 所以我们让大家知道或不知道的 先休息一下 沉听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邓慧文 我们今天在访问的是 沈可尚导演 就在刚刚大家休息 然后麦可能快要开的时候 我正在跟导演描述一个故事 然后说了一个很夸张的字 希望那时候麦还没有开 所以我现在来继续聊 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 所以这部电影最后呈现出来 它有几对夫妻 最后有八对夫妻在片子里面出现 在片子里面出现 所以这八对夫妻 其实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背景状况 例如我看到介绍 这里面有两位都是教授 然后在生活 在忙碌当中渐行渐远 一直到太太罹患严重的疾病之后 好像才开始一种 重新对话跟重新恋爱的感觉 那也有才结婚一年 就已经像是老夫老妻 然后常常吵架离家出走 然后也有这个 长跑多年的小夫妻 这个太太每天都要确认你爱我妈 所以先生一直都还没有 被这个东西搞疯就是 先生在太太面前 是不太容易去说 我已经要疯了 通常也都会演一下 通常都会演一下 所以现在的男人都比较好 这样说 那么另外还有这个 这个 有人不太敢结婚 但是遇上了这个先生才敢结婚 可是即便是这样子 曾经给他很大的期望的婚姻 也因为后来全职带小孩啊 或两边的这个沟通就停掉了 那也有这个你说 结婚13年 小孩 两个小学的小孩 然后就是 对先生而言生活很平淡 但是他觉得就这样嘛 就这样过 可是太太就很不满 说你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重新电燃 所以导演在跟他们 这个对话的时候 拍摄 作为拍摄的这一端 会不会觉得 有任何的压力 你有看他们这样子 一层一层拨开 然后 有时候会觉得快要走火了 那个感觉 有没有 有发生过几次 大部分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 喜欢那些 带着摄影机 然后半夜 因为我们拍摄的时间 都还蛮晚的 一定要等到 大家都事情忙完了嘛 小孩子也都哄睡了 然后该照顾的事情 照顾完了 可能两边才比较 好整以下的 可以跟你一起聊天 然后他们开始产生对话 就是每一天 其实都进展到 蛮累的时候 就是一天可能能量 已经到 你同时是最放松 但可能也是 最没有警觉心的时候 意志的控制力 已经比较薄弱 好弱的时候 对 所以有些时候 就聊着聊着 就会突然 直接进到非常 出乎我预料的 我第一说 我当然知道 婆媳问题是什么嘛 我当然也知道 小孩子来了之后 然后改变你们的生活 的状态很多 我当然也都知道 分工永远是一件困难的 互相理解的过程 对 我当然也知道 谁可能拥有 比较大的经济权利 谁可能比较多的是在 时间跟责任上的赋予 跟照顾好等等 我当然都知道 这些问题一定都会存在 就如同我自己的婚姻里面 同样也存在着 这些东西的观察 对 但当生的摄影机出现 有些时候 他们就真的是突然 切入了一个 对方可能压抑了很久 不谈的事情 突然在那一刻开始讲 比如说有一对 有一对 有一位 有一位太太她 很明白的就突然在聊天的过程中 意外的吐露 就是她不知道结婚 是一件那么不好玩的事情 她没有 她凡事都以夫家的父母亲 摆在第一个顺位 而她却没有能力跟时间 含在顺序上面 好像被迫就把自己原本 原生家庭的父母或家人 摆在一个第二顺位 她不知道这个心情 是这么的明显而直接 所以原本是在轻松的聊一些 可能责任分工问题 但是聊到这一块的时候 她就突然就引发了 她心里面的感受 或者有人聊到了 就是对小孩子 这个小孩的诞生这件事情 然后有强烈的改变了 她自己对人生原本的计划或期待 对 然后这个计划跟期待 她已经在学习接受 并且可能告诉自己乐于接受 但是在先生的某一些状态中 她开始吐露出 可能我觉得是更 更在潜藏在更底下的 那个很本质的 就是我并不是为了 很喜欢小孩 催生小孩的 我可能是为了某一种 你是你们家的独子 我们一个家庭 好像应该有孩子 某些种种的 被不管是制约的 或约定成熟的概念 或者彼此在爱的理解下 所认为的结果 总之有了小孩 然后这一块突然之间爆发 说我根本就不喜欢小孩 在那种时候 我都会特别紧张 对 因为我原本是抱着轻松的心情 想在一天的 每一天大家都比较放松的时候 然后来讨论一下 夫妻之间的激情啊 相处啊 种种 但有些时候就会突然之间 开始爆发出一些 他们内在才知 他们两个人才知道的问题 然后他们可能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东西太血淋淋 太直接的在我面前展露 所以有些时候 我是会有点紧张的 因为我没有打算 要拍一个纪录片 去撕裂谁的家庭 或者让他们之间 产生大冲突或纠纷 并没有这样的意图 我倒更觉得说 一定不是你们能够去撕裂他们 而是他们看到你们来了 然后里面有受伤的那个东西 伤口会找人看 那终于有人要来看了 所以我觉得 我在想象那个画面 更像是你坐下来 然后就打开了摄影机 然后关注着他们 而且你们如果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 应该跟他们都很熟 跟这几推都很熟悉吧 对 其实也常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在摄影机前面讲这些 我其实并不一定跟每一堆都蛮熟的 甚至有的都还不太熟 但是我自己都会有个习惯 就是我会先分享我自己 比如说我昨天晚上遇到的事 或者我今天刚遇到的事 然后我只是借由分享我自己的状态 然后让他们去用同样的状态开始对谈 所以我后来常常觉得并不是说 我有多好的能力去引导他们讲出这些 完全不是 我觉得他们都是本来就有话要说 本来就有很多想要沟通的事情 本来就有某一些原本希望运转顺畅 但是有点运转卡卡的事情 想要丢出来谈 只是他没有办法像写功课一样 很理性的说 好我们今天来谈什么 明天谈什么 然后所以就混乱的杂乱的 放在心里的那个抽屉里面 那今天摄影机来了 然后导演讲了一些故事 然后抽屉哪里快不晓得就被打开 然后就丢出来讲 所以我觉得我只是一个触美 实际上那个是他们本来就要谈的 想要谈的 只是好像没有习惯 或者一天都累了 没有时间谈 没有那个刻意想要去谈的那个心思 所以可能那个问题就摆很久 但是我真的认为那是他们本来就要谈的 那他们谈的过程当中 比方说两方这样子来来去去 有时候也是情绪会激动 也许会说出一些伤害性的话 或者说也许有一方 觉得一时无法应对 就沉默 这种时候你们会介入吗 还是你们完全就是一个camera 基本上因为我在拍这整个的过程中 我常常会忘记我在拍片 对 我说我在忘记拍片的意思就是说 我个人其实对于在两个人的对谈或者三个人的对谈 中间保留了尴尬或者风险或者无可预期的气氛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让我非常 我还蛮可以平静以待的 你可以不因为这样而觉得自己要参与什么样的外力 只有在某些真的已经就是比如说像刚刚讲的那个太太 那个片段 对我就是讨厌小孩 然后先生那时候听了也急了嘛 语气也开始不太 所以你现在是忍耐很久了 对就是开始有一点 很明显的张力出现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让我有一点点紧张 对因为 但是我并没有马上要反应什么 我只是还是会观察 对然后我会听了很久 然后我也会分享我的意见 我说所以现在这样子弹出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然后就是我会参与他们的谈话 对当然我的我的我的角色比较像是 有些时候我也是他们也是我的听听者 就是我会分享我的事情 所以你分享你的事情包括 例如那天晚上你跟你太太之间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他们 可能我自己在经历的婚姻生活 我也会很想要知道别人 也想要给别人给我一些意见或想法 那太太知道你会告诉这些受访者 太太不知道 今天会是她第一次知道 原来你都有讲你们这样的事情 对我太太她很特别啊 对啊就是她其实从头到尾 她并不知道我为什么常常半夜靠很晚 拿着摄影机要去跟人家夫妻聊天 她并不是非常清楚 她不知道你的这个工作计划吗 她知道我在做这件事 但是她我觉得她她一直以来跟我相处最有趣的就是 她不会在过程中去问太多的细节 但是她会要看就是最后你经历了这一切 那那个结果她第一个看到这样 对所以她永远是我第一个观众 然后但是她看完她就知道 哦原来你这阵子在干嘛 对原来你是这样子 可是这所谓的一阵子据说是七年 对啊对啊 因为这中间不同版本我也有给她看啦 对就基本上我会觉得她 她在某个程度上 你这样子一问我才觉得 她似乎是有意识的 在我创作的这一块 会比较选择不在过程中去打扰 或者或去刺探太多 我现在好想开camera 然后对着你讲这一段 真的 你不讲我可能没有意识到 对上我这样回顾过来 大概在初期 就是刚开始要拍片前 大概她都会想要知道比较多 等真的开始运作之后 她知道我会陷入另外一种胶囊 然后那个胶囊在某个程度上 是我谨慎的安全感 或者舒适的 就是自在的区域 然后她不太会打扰我那个区域 然后或者说她曾经打扰过 然后我可能产生反弹 然后同样的 我好像也会有同样的心情 觉得你有某一块胶囊 是你需要求助的时候 你才会讲 那我并不会主动问 所以你现在那个钱怎么样 那个投资怎么样 我不会去问 但是到某一种 当对方主动提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那个内在里面其实有某一种呼求的意味了 对 然后那个呼求意味 我会觉得 就不是表面的那个东西 它比较底下的可能是有不安全感 或者有一种需要信心 或者需要一个很自信的意见 等等 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相处关系好像这样 哎 绕远了 对 所以重点就是说 不会 这是我们觉得今天非常精彩的一段 就是导演自己入境的一段 对 我们让大家想想 那你的夫妻关系又是如何呢 大家好 您所收听的是邓慧文时间 我访问的是纪录片导演 神可尚导演 最近的引起大家讨论的这个纪录片 幸福定格 Love Talk 那刚才大家如果前面有听到的话 应该有听到导演在描述 怎么去进行这样子一个拍摄的计划 或者是中间的一些过程 我想它是蛮不容易 而且我们也感到非常有共鸣的是 每一对夫妻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说话 而且有那样一个空间 有那样一个重要性的时候 我想一整个团队对着你 然后每天或每隔几天就来你家 要follow你们的谈话 我觉得这种重视是可以让人觉得说 我心里面的那一些阴影 那一些角动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值得来看一看 但是平常我想在婚姻生活当中很容易觉得 即便是我自己也常常觉得说 我们里面的那些翻角好像只是垃圾 只是微不足道 然后拿出来的话只是困扰别人 很困扰自己 而且有时候我们不想拿出来是 不知道这个会引发对方再丢回多少垃圾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我想这个团队的介入 无论如何他都已经起了某种疗愈或者说某种促成 促成他们的在这个关系里面去进化或是催化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想我想问一个有趣的事情是说 我们常说拍摄或者说任何作品的展现 无论是纪录片 无论你想要多么的客观 其实从不管是从你选择受访者 或者说你最后决定哪些故事要入境变成主轴 哪些其实不适合采用 那或者说你剪辑 你剪到哪里 然后你排列的顺序 搞不好连配乐什么 还是会有一种导演本身 就是无论如何那个镜头你要让他透明 他还是会有你主观的某一种的一种 怎么讲折射或者说是一种一种投射吧 所以导演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有没有想传达一些什么 对婚姻的我不知道是感触呢 或者是理念或是什么 我觉得比如说在剪辑的时候 我们曾经就结尾做过很大的修正 因为我们曾经在最一开始讲的版本 那个结尾 其实同样把婚姻的誓约 这个声音放出来 然后你去看 他会有一种 好像在质问你 或者好像在一种警钟 你是指那个无论老病死 永远都照顾你那个 对但是在那个这个但是那是第一个版本的时候 后来剪着剪着就是你会一直在找 我最后到底要剪什么样的结尾 才是我现在的感觉 对我就是在问这个好奇 所以最后结尾我剪了几对夫妻 他们其实也是在那些对谈中 吐露了一些小细节 那些小细节对我来讲 其实就是婚姻我现在的感触 就是那些帮你煮汤 那些支持你去闯天下 那些把你的发怒 把你的愤怒 看作你在哭求一个脆弱的时刻 你去看哭求对方的帮助 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 在结婚里面才感觉到的 一些即使再怎么微小的东西 但是因为他有一种独有的 然后这种相守关系 我觉得这个东西 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标准 就像我自己 我自己其实很奇怪 我也常常在想婚姻到底是什么 对那我到底理解婚姻是什么 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比较不会像在结婚前 会觉得婚姻就是每天要谈好多心 然后一起怎么样 环游世界 然后去做很多事 这些想法都还是有 但是我后来慢慢有点理解 我自己有点最不能接受的一个画面 就是如果我的老婆 她年纪大了 比如说七八十岁 开始有一些病痛 或者开始就是老了 心动不变 对因为我们的父母亲 大概都是八十岁 之后开始出现这种状况 我没有办法想象 这时候在她旁边的人不是我 对啊 就这个画面我没有办法想象 我没有办法想象 那个画面里面是别人 或者是她是一个人 她是孤单的 我想到这我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很难说那是什么感觉 我只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整个拍这个纪录片的历程 大概会一直让我反复去重新想象 陪伴这两个字 它究竟是一个多丰富的字眼 对 陪伴不是说你人在旁边陪着 然后一起去相伴干嘛 我觉得好像不是 有些时候你也并不一定要人在那边陪伴 有时候是 像比如说我这两天好了 但这样讲好像自己很懂 但其实并不是的 对就是 比如说前几天我老婆 为了一件事情 我们在车上有点发怒 对 然后那发怒 当然我们两个习惯是发怒之后 就会先稍微停一下 就很自觉的就会停一下 然后就会先绕到别的话题去 化解这一个当下 对这样 这两天我在想 前两天讨论那件事情 可能不是表面上的那件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地方 她觉得没有被我支持到 某一些她需要支持的地方 其实我们没有深刻的聊 我们只聊到了那个现象 我们没有聊到那个需要支持的部分 诸如此类 就是我会觉得在这种 她并不知道我这两天在消化这件事 但是其实我是感觉我在陪她的 对我是在陪着她的 然后同样的我也会假想她 也会在看到我的各式各样的状态的时候 也会去消化 某一些我的样子 我的情绪 我的德性 那个那种男人 那种生物的麻烦 她也在消化 对但是我觉得愿意彼此消化 然后愿意适时的丢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陪伴就还挺不错的 对所以我有时候看我老婆 我就 对就看 我常常会在那种觉得有一点点乏味的时候 然后就会看更久 然后觉得看久了 好像蛮有味道的 你就是说那个乏味本身很有趣味吗 对就乏味乍看是很乏味 是真的很乏味 你看到一个人瘫软在那边 然后很放 就是样子很家常 对但看久了觉得 你好放松 然后或者说你用另外一个镜头看自己 自己也会有那种看起来很 然后那种很糟糕的德行的时候 或者很不想做很多事 或者很懒的那种时刻 但你看久了就会觉得 这个懒你会有自觉 代表你并不太想这样 你觉得你看了这么多 你总共看了跟几对夫妻讲话 不止八对吧 十几对吧 十几对是不是 那当然包括你生活当中 包括现在这个推出来 像你刚刚说 可能很多人来问你 婚姻问题会觉得你是专家 那你觉得像你刚刚说的 有的可以这样子就陪伴嘛 如果用你刚刚对陪伴的阐述的话 这个片子里面是不是有一段话说 当那个丈夫非常愤怒的时候 什么砸椅子 或什么太太并没有发怒 而是她知道 这是一个无助的哭求 我很多的朋友都 在转这一段 然后好像对她们有很大的启发 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 可是我坦白跟你说 因为我是女性嘛 所以我周边的朋友 当然比较多是女性 其实大家的共鸣 就是下面的感想大部分是说 什么时候我摔椅子 我老公可以看出我在无助的哭求 OK OK 那我说想问的是 导演那你看了这么多 然后怎么样子长期 你自己的婚姻也 婚龄也慢慢的从之前变成资深 对不对 你觉得可以这样子 就说发展出这种深层的一半关系 然后一直这样互相陪伴的过来 经历很多发胃也好 美丽也好 丑态也好 可是有些却 没有办法承载这样子的东西 婚姻就解体了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什么 可以归纳出来的差别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说差别是 对 婚姻会解体的 跟可以这样子一直这样子走下去 我自己啊 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当然也包含观察我的父母亲嘛 或者我们的长辈们的婚姻啊 对 都是在 都是在所思所想所经验观察的念头中嘛 其实我后来如果我自己要 做一种假设的归结 因为我自己的婚姻还没有解体嘛 对 你知道吗 最好不要用嗨 你要说我的婚姻并没有解体 你看你就是女人的毛病 sorry 我打断了你 还不会 我如果这样跟我老公讲话 他就会抓狂 OKOKOK 好 其实是有道理的 对 对对对 这两个字眼的用法其实初衷不太一样 对 好 我回到那个 我觉得 好 刚好 刚好 我打的这个差 我发现我们应该要进广告 是吗 还是很准时 进一下广告 大家好 这里是邓慧文时间 好 今天我们和神可上导演谈的是 这部有关婚姻 婚姻里面的对谈这样的纪录片 幸福定格 导演刚刚要告诉我们说 所以你觉得 婚姻可以 有那个支撑的那一个 韧度跟会解体 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放不放松 放不放松 对 我觉得 我以为你要说努力不努力 我觉得努力是没有 就是努力该怎么努力 然后或者努力要往什么方向 我觉得这个在很紧张的时候 或者很用力的时候 我觉得想出来就很像在经营 就是啊 我们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所以等于得到了什么样子的假期 因此这个假期完满了我们这个年度的梦想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紧张 就是你要花很大力气去经营 我会觉得是一件很让人焦虑的事情 就不要去用经营的心态 我觉得就是如果好像彼此觉得是我可以很放松的 然后我对你的放松是充满了善意 然后你对我的放松也是充满了好奇 然后我觉得在放松的条件下 所有事情都会充满弹性跟可能性 你也可以突然之间约了就走啊 出去玩啊 你也可以说 我现在一点放松的心情都没有 我诚实跟你讲 我对于今年的假期 我充满了焦虑 我可以不要吗 就放松的时候你才讲得出这种话吗 你紧张的时候你就觉得讲这话要被砍了 对所以我会觉得 我自己的感觉啦 就是如果两个人之间是拥有比较 比较自在比较轻松的对话品质 或者对话习惯 比较可以透明一点的讲话 我觉得会比那种 不会觉得你讲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会引起很大的反应或灾难的话 对 类似这样吗 我觉得有 有些夫妻有可能是很久都没有在好好讲话 突然要讲话的时候 就是大事 我觉得就大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有点让人紧张 不放松 对不对 因为他开口 他坐下来开口一定是有很难处理的 棘手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能够放松的每一天都聊聊天 然后彼此有关系如果很放松 我觉得这是我目前我自己的生存之道 那这么多年来你觉得你自己对婚姻的想象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我更认识我老婆是一个比我想象中还要温暖 然后比我想象中还要试着学习理解不同个体 或者理解这个奇怪的丈夫 就他比我想象中还有耐心 然后他也比我想象中的不浪漫 对 然后我认识很多 请问一下从一个男人的口中说出太太比我想象的不浪漫 意思是很高兴觉得自己 我是还蛮给他很高的评分 就是不浪漫 不浪漫真的是太棒了 那我猜的没有错 因为有时候太浪漫我会紧张 就是你讲不放松嘛 对就是紧张 所以我现在情人节一定要怎么样嘛 对 我压力很大 就一定我要穿很正式的感觉 就像你有时候不喜欢穿很正式去参加典礼嘛 但是典礼是必须 但平常你不会想很紧张嘛 因为每天都穿燕尾服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去 我不知道理解那个喝酒拍婚纱照的人 还好我是现在听到这句话 我要是年轻一点听到这个时候 我一定会对这一点非常的激动这样子 所以或许我们在婚姻当中成长都学着放松吧 我觉得要访这个东西要访导演 应该要访个三小时 可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时间到了 你说刚刚怎么样 你刚刚讲说我有个画面 就像悄悄板嘛 对就是你一直两个在那边维持平衡平衡 就很紧张 很累啊 有时候你就要下来一下嘛 有时候上去一下 其实如果还有三小时 我是想问你说 那如果只有一个人放松 然后另外一个人一直认为 他是在装死跟摆烂的时候怎么办 那这个就留在下一次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 幸福定给我相信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